請老師來看一下就是有關於Gmail郵件的管理 因為大部分老師可能都有Gmail信箱對不對 那如果你還沒有用的也沒關係 待會我聽過之後呢 您看看考慮要不要用 好不好 我們先問一下 各位老師好了請問您 從到學校裡面一天的開始到學校 之後打開信箱 請問您花多久的時間來處理垃圾信 好 有過濾 那您覺得還好一天大概幾宫 十五宫 十宫以內那也還不錯嘛 那用Gmail呢 一個禮拜一兩宫 事實上 我想 如果學校有過濾那是最好的對不對 那麼如果您家裡面很多人還有那個High內的信箱有沒有 說Yahoo的啊 有沒有發現垃圾信就比較多一點 High內的都比較犧牲它 只有垃圾沒有信 因為我們打開桌頭五六十宫垃圾信 對不對高三就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說 其實垃圾信真的 說真的會影響我們不少 工作的時間 而且一直起來 殺氣就那麼重 對不對 對不太好 所以呢 在Gmail面事實上他最為人家所喜歡的一個就是他垃圾信過濾的機制 真的是比較好一點 以一般來講他跟Yahoo啦 那哈沒有信的也還不錯 只是說他沒有 廣告信當然還是很多 也是有 那這是第一個 那麼 再來呢還有一個是跟 其他人比較不一樣的 就是在這邊 這裡 我們一般在 不過上這個有點 張老兵每次都要把我的信箱 給人家看 好來我們看這邊好了 就是說他有一個功能叫做 所謂的繪畫群組 繪畫群組 我相信老師常常比如說我們如果您是用Email溝通的 那一定是多多少少會有來來回回的信件 對不對 我寄過去他寄過來被哥傳出 那請問你 如果老師您現在用的收信軟體是 Outlook 或Outrequest 對不對 請問你 我如果你寄一封給我 我回給你 你要寄一封給我我又回給你 我是不是回你兩封信 那在我們信交裡面是不是等於分開兩封 那請問你 我如果要看到我們對話的過程 方不方便 排序一下 老師不錯有概念 但是 萬一 就是那個竹子不一樣 或者隔的時間比較久 好像就要找比較不容易有沒有 所以我給各位看一下 Gmail的處理方法 好不好 你看他 我跟他來來回回講的28通 28通有沒有 這樣放大一點 有沒有後面看到28通 你如果來來回回講的28通信 請問你有沒有辦法每一通都可以掌握得到 很難的對不對 因為他後面這個就是他的什麼 就是那個 往來的那個信線 所以他有個好處就是說 我今天如果要看這個 那我把它點進去 我們之間所有的 我把它 這個先收起來 這個先收起來 你看我中間還有24通有沒有叫做的 對不對 如果今天我要分了解一下我們之間對話的過程 我直接在同一通信裡面全部看完 這樣有沒有比較輕鬆一點 有啊 就很快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Gmail的一個很大的特色 因為目前我看其他的 這個 信 就是郵件軟體 或者是我們線上收信的 大部分沒有這個功能 好那你看我們這樣是不是就很容易 你根本就不用 再來找那個人 是 誰寄來的 然後全部列出來 有時候他跟你講不同一件事情 你幹嘛要列出來 對不對 所以我利用這個方法 我們在處理郵件的時候 有沒有比較有效率一點 這是第一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 你看喔 你的郵件會比較有效率 其實 我現在都是利用 Gmail 來收我其他信箱的信 我相信老師 絕對不會只有一個Email 請問你們家有幾個Email啊 Yahoo Harmail的 還有Facebook的 有沒有 現在上課 像我現在上 因為我們上電腦課的話 同學 現在進來 絕大多數都是看Facebook 不然就是看YouTube 變老課都那樣 除非你 像我們學校 前面還特別放一台那個Hub 我都犧牲他就要開新農場控制器 就是 老師可以 把學生的連線就拿掉 那同學就不能上網 他們就比較專心 結果發現根本也沒有用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現在大家都吃到飽 手機吃到飽 都變成 好沒關係 你上你的我在下面自己玩自己的 反正你不讓我上網 我自己上網就好 所以現在是在那個就 沒什麼用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您今天有很多的郵件帳號的話 你要不要去 每一個信箱去收信 要啊 只是說沒有比較常收跟比較不常收的那個信 所以你如果比較擠的你就這樣 請你寄照我常用信 那事實上呢 其實您可以透過這個Gmail 我們可以把他收別的郵件進來 那麼 比如說你把HINATE的 或者別的我收進來之後 我也可以順便利用Gmail過濾 過濾什麼 垃圾性呢 因為他是不是處理的比較好 就可以把那些垃圾性的辦法處理掉 不過呢 各位你現在 因為你比較晚一點 雅虎的你不能收 因為雅虎的跟HINATE的 就是微軟的 他們現在已經不讓你用Gmail收 因為他知道這樣人家都會 就會討掉 就不用他了 所以雅虎如果您要 用Gmail收 一年在台灣要付費一年1200塊 就是你要付費他才能讓你用這個 但是如果你是在美國 這個功能是免費的 所以以前我們先偷跑 就把狗蝶射成美國 我就會用Gmail收 但是現在 雅虎已經把這種東西擋掉了 所以你在台灣 你只要在台灣 你那個Gmail沒有辦法直接收 好 那麼我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呢 我在這邊 在這裡 我有收很多的這個 我的設定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好 這裡 你們看 我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我從這邊收了很多的信 信章 對不對 還要再大一點 我們是隨時可以放大的 你看我有沒有我剛收了雅虎的信 30幾分鐘目前 這個中華電信的 然後呢 上面還有另外沒有2000的 還有別的 有沒有 這樣子我是 我一個帳號就把所有的 資料是不是都整合起來了 比較方便 有沒有 我不用一個一個去檢查 不過現在是大家帳號太多 所以其實現在有些 很多系統 他們在做什麼 3000路 我不知道學校裡面有沒有用到 應該應該會有吧 現在很多公家機關他們也是一樣啊 就是一個帳號就通通都可以用啊 為什麼 因為你們如果不這樣的話 大家要記太多帳號密碼 你有沒有發現你的帳號密也記不完 到最後 很多人偷懶 用統一的 一個帳號 一條腸子通到 這樣就很危險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 像這樣 那 您可以把 就是您要的信箱就直接弄掉 那如果說您怕 萬一說 我這個帳號不想讓人家知道啊 那也沒關係 因為你回信的時候你可以選擇 我要用Gmail信箱回 還是用原來的信箱回給他 那他就不會覺得說 奇怪我怎麼寄給你這個信箱回來 是另外一個信箱 對不對 所以這個也是可以 就是 您在這個 Gmail的服務的時候 其實像這樣 那可能有些 你可能會有一個疑慮說 那我就搞不清楚這個信是從哪一個信箱來的啊 對不對 所以呢 我給各位看一下囉 事實上這個是可以設定的 好 您看 我給您看 好 我給您看這邊 這裡 您有沒有看到這裡是 從哪個信箱收來的 這樣有沒有很清楚 有標籤有沒有 你可以自己指定標籤 我可以指定說這是我哪個 哪個地方來的 那麼 我除了知道哪個地方來之外 我也可以因為 信總是有私人的 有工作的 還有什麼你比如說有興趣的 社團的 對不對 那我也可以很輕鬆的 分門別類 所以您可以發現 我這邊有沒有一些是屬於工作的 對不對 這裡 這裡是屬於工作的 那 在我的左手邊 我還有做很多分類 比如說我的社團的 工作的 文綱的 讓我有沒有比較好找 有 你看喔 我找我的社團 我一找 找這邊 就是我社團的才會列出 所以雖然就是我整合了很多的信箱 可是我不會因為這樣子資訊太多 反而就亂掉了 我自己歸納好像很好 對不對 這樣用標籤的方式 那從一個 傳統信件 如果你是屬於工作的 又是屬於這個社團的 也可以啊 為什麼不行 可以啊 因為有可能嘛 對不對 那所以我利用這個方法 您看 比如說像我學期公司編的 我這樣點之後 你可以看到說 我點了這個 在我右手邊 有的人就是寄到我這個信箱 對不對 我也可以看得出來 那 這樣的話是不是相對就比較簡單一點 所有資訊都整合在一起 那些 現在我們最大的麻煩是資訊太多 像我們剛剛 第一個跟大家分享就是搜尋 怎麼找資料 對不對 第二個 跟你 這個email裡面 應該是大家最常溝通的一種方法 那email太多的時候 你就要整理就很難 好那所以我們透過這種方式就比較容易去 處理 所以這個是 所謂的 再用標籤的分類 標籤的分類 你在gmail裡面是可以做的 gmail裡面可以做的 當然這個封存我沒有做得很好 所以我就不講 其實事實上應該要封存 什麼叫封存 老師如果一進你的信箱 兩三千通 你會想要一天的心情會好嗎 如果你打開你的信箱 一天一天就一二十風乾乾淨淨的 需要處理也在留在上面就好 就會覺得比較 好像心情比較好一點 好像覺得 不會覺得好像事情做不完的感覺 對不對 所以他有封存的概念 那封存並不代表說 那封信就不見了 你找還是找得到的 用搜尋人 只是說他不要讓你在搜尋檢面直接看到這樣 會覺得 心情不好 這個 因為這個沒有做得很好 所以我就會不講 那我講下面這一個 就是所謂的結合工作表 日曆 還有做所謂的 進度控管 其實我們用email一個最大的缺點是什麼 如果你是有進度的 要找的時候不好找 好像專案管理一樣 對不對 有哪一封信 什麼時間 裡面那個工作 什麼時間要完成 有什麼事情 這個時候 你可以搭配 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所謂的日曆 我們來看一下 日曆 請問一下 老師有沒有用過那個Google的日曆 有Gmail的用過Google日曆嗎 有些學校他們會把那個學校的時候的請日曆有沒有 用Google日曆 也有 我有遇過有些學校是用這種方法 那 這個是一種方式 事實上我的日曆就很多 因為我的日曆有分 有分那個 就是 這裡 我去有另外一個 他要找我工作人員直接打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因為這樣比較好找 你們如果到這裡 直接打數文老師就可以了 這樣 我也要買關鍵字 好 老師也要行銷一下 所以 不用寄網址 因為網址太難寄了 所以 您可以看到這邊 你只要找我的 我的名字就會找到很多 那 電腦類的都是我的 偶爾你會看到有那個繪畫類的 因為那個 廖繼村的兒子也叫廖樹文 哈哈哈 畫家廖繼村 好 那這個是比較早期的那個 部落格 我從這邊進來 這裡有我的延期 不是延期地址 就是我的那個行事曆 我也有公開的 也有公開的 就是我上課就是會上課的 私人的我就不給你看了 但是平常你放心 你平常在看的時候不會看到 你看這個我寫有沒有 但是平常 因為現在是我有深入所以看得到 因為我又不想要讓你看那麼多 對不對 因為林主任的那個聯絡電話在這裡面 哈哈哈 所以平常如果你沒有登錄這個賺號的時候 其實你所看到的應該就是忙碌而已 一樣的網頁但是這個沒有登錄 有沒有發現 這邊所看到的就是忙碌而已 今天的在這裡 忙碌 對不對 你可以選擇要公開或不公開 不過我覺得那個 你只要知道我有在上課就好 在忙 沒空處理就好 好所以 可以像這樣子 那這個呢 可以幫我們做 行程的規劃 那麼怎麼樣跟您的Gmail做整合 您可以直接像這樣子 你看我在這邊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如果有一個工作 假設這個 我可以從這裡 右手邊 您先看一下這裡有一個工作表 有沒有 我是有很多的 就有點 這個功能有點類似那個 那個叫做 便利切那種 感覺 便利貼 那請問老師平常 習慣用便利貼有沒有貼來貼去 有沒有掉過 偶爾不小心 這個拿走 那個 拿走 剛好不小心就掉了 然後那件事情就沉到癌底了 都沒想到 就忘記了 對不對 那這個呢 其實他的工作表有個好處 您看 我有好多工作表 都要一直給人家看自己的東西 因為事情很多 因為事情很多嘛 有沒有 我就把它分門別類啊 那我可以 因為他的工作表可以跟我們的信相結 你可以自己 可以怎麼樣 可以像我現在一樣 就是自己打 比如說我有什麼事情代辦 對不對 我可以自己打進去 比如說您看喔 我在這邊 好自己打 這是一種方法 好 那另外呢 我們常常會需要用到的是 這封信 這封信裡面就提到說什麼事情 什麼時候要完成啊 對不對 我可以利用上面這邊 這裡有一個更多 好這裡有更多 您看一下 我放大一點好了 這樣 好 來這裡 我光起來知道 這裡有一個更多 哇 多強 有沒有新增日工作表 等於說這封信我就直接進到我的 工作表裡面 比如說你看我把它新增 好 有沒有發現這裡就跑出來了 有沒有進來了 那 我如果說 萬一我信比較多 我經過一段時間 我要找這封信怎麼辦 直接按這裡就好 有沒有相關電子郵件 我就可以從我的工作表裡面 直接找到 當初那一封信 那因為我又占用了他的繪畫群組 所以 中間來來活的過程 前面後面都可以掌握得到了 對不對 那如果這個我要加上時間的追蹤怎麼辦 你看喔 我們可以在這邊 點進來 這裡有沒有一個叫做 到期日 對不對 這個呢就可以跟我的日曆做結合 也就是我今天哪一件事情 什麼時候完成 我不只在我的信箱裡面看得到 在我的刑事例裡面也看得到 而且刑事例 還可以做提醒 還可以做提醒 好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在使用上就會比較容易 這樣您大概了解這個意思 所以 其實 這樣把它整了起來之後你會發現 比如說我 我把它用在 今天8號 9號 好 好那我給您看一下我們的我的日曆 好 9號9號 有 看到 剛剛是9號工作表 好您看一下這邊 這裡 有沒有發現我剛剛的那個 有進到我的刑事例裡面來了 這樣是比較容易一些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在 這樣掌握上的話 你針對 Email這個部份呢 就可以跟我們日曆做結合 就相對比較容易一些 謝謝 謝謝